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次 因缘一起学习 净空老和尚 在94年 在新加坡 第二次宣讲 无量寿经 我们希望将老人家所教导的 我们能够落实在生活工作 主事带人接物 而且我们这一次因缘 是大家一起来研讨 来切磋 所以刚好上一次 我们就师长的讲迹 一起交流到 德尊普贤第二结束 所以今天 想 大家透过切磋交流 互相来学习 互相来观摩 我们就这些课程 这两本经的经文 我们是怎么领悟 怎么来把它运用的 来做一个交流 看今天哪一位同修 先开始 这个用点名的会比较紧张 是问问题的 大家还是习惯用点名的 我们有说过这个法不能用错地方 现在不是修禅定的时候 用错地方变执着了 董老师您先开始吧 崇德法师二号不说点名点匠点到我了 阿弥陀佛 尊敬的崇德法师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 丽雅一点也没有准备实际上 因为都想等着听其他同修的分享 竖起耳朵 所以这现在一下给点到了 有什么说什么就像聊天一样吧 崇德法师这次给我们开讲《无量寿经》 丽雅最大的体会就是 崇德法师非常的慈悲 让我们着重于就是在行上下功夫 学习佛法 因为在座的同修可能也跟丽雅的心态一样 我们接触了佛法 根据各种的姻缘 不同的姻缘 认识了佛教 认识了我们的师长 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 相信有阿弥陀佛 所以 米娅觉得大家在信上 在愿上 应该都是有不同程度的 这种收获 所以呢 难的是在行 如果我们不行 我们没办法挣 我们也去不了极乐世界 丽雅自己的体会 学佛十年都有余了 行上 不知道怎么下功夫 因为师父 上人在讲经的时候讲过 佛讲经 至于修行是自己的事 那么修行 谁来帮助我们呢 大菩萨们 教练们 所以这些大善知识 来帮助我们 落实在行上 所以丽雅十分 真是虔诚的感恩 成的法师 帮我们在这上面 下功夫 如果在 学了这么长时间的佛法 没有行 就真的打水漂了 我们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也挣不到 且不说果 花报都拿不到 每天生活苦哈哈的 烦恼多多 连花报都没有 所以呢 非常感恩成的法师 给我们开这个课 让我们呢 在行上下功夫 成的法师 每次讲经的时候呢 就每次每一句经文 都联系到我们日常生活 家庭 工作 夫妻关系 就是希望我们 把这个 我们学到的 真正落实下来 所以丽雅特别惭愧 觉得自己 在行上 差太远 现在才慢慢在学 但是呢 如果做到的话 确实 欢喜 确实 有进步 就觉得这个佛法 对我们日常生活 特别有帮助 自己呢 稍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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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缘 成的法师来给我们 带着我们来 休息 所以我们 下课的时候呢 确实真的要想一想 今天学习的 我怎么是 用在日常生活中 一句一句来说呢 就太多了 也讲不完 丽雅只能讲点 自己的 这个例子 丽雅喜欢 大经大教 学佛以后 特别喜欢 听师父上人讲经 听了以后 一开始是什么呢 听了以后是 满出去看去了 谁不如法 我的日常生活中 哪出现不如法的事 看的可清楚呢 看别人 没有 回观反照 看自己 所以呢 心是向外援的 不是向内收的 那佛法是内学 我们向外援 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别人 如何 外面的事情如何 那是他们的因果 跟我没关系 解决不了我 往生的事 我自己的 深口意 那才决定 我的往生 所以 特别是跟着 童修 那丽雅也是这样 那家庭就是自己的道场 那所以在家庭里该怎么做 现在呢 我们家孩子也大了 出去了 但是还有很多联络 那每天在一起呢 就是我的先生 他呢又是个德国人 如果两个人一起做伏地眷属 那好很多 可是他是个德国人 我的德语水平有限 也不能什么都跟他讲得很清楚 他愿意听我也讲不清楚 再有一个呢 很难往下降 有些地方 像我们佛法 咱们在座的同兄们 我们相信龙回 相信因果 这是学佛法的最起码的一个根基 不相信龙回 不相信因果 就没办法说了 所以这也是我难的地方 但是呢 要慢慢的 我都觉得 要慢慢的改化他 成德法师一来给我们上课 就举了这个达摩法师的例子 当时成德法师对我们讲课的时候 对我们德国同修讲课的时候 问了 让我们推荐我们看这个达摩祖师这个电影 看完以后呢 法师问我们一句 说电影最后达摩祖师往生前 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 电影就一下看过去了 成德法师一点傻了 那不知道那最后那句话是什么 怎么想就想不起来了 所以成德法师跟我们点醒 这句话是什么 不可以轻视执迷不悟的人 任何人在一念之差 他都会欺恶重善的 所以丽雅看到这个 想到这个达摩祖师这个话 想到成德法师这个提醒 丽雅就 回想自己 学佛一来 就是丽雅刚才说的 学习的头发都去看别人了 没看自己 而且呢特别要求 我看到哪最好你也学到哪 咱们好切磋呀 是不是 特别好的朋友就恨人家不跟自己一块儿学 也没法切磋 也没法说 用这种方法把人家吓跑了呀 丽雅吓跑了不止一个 所以真的是在这里忏悔 以后慢慢的才知道 个人的根性是不一样的 我读这部经我开悟 人家读那部经人家也开悟啊 每个人的众生 我们在座 我们接触每个人 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就是开悟都是不同的机缘 没有一个真正相同的机缘来开悟 都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不可以拿自己修行的经验 拿自己懂得的佛理去要求别人 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是要求自己 自己做到了去感化别人 感化不了别人 其实说半天是自己做的不好 你要是做的好 别人感化了 人家自动来学习 所以这是利亚最大的一个事情 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就这一两年跟着承担法师 特别是这两年来 这是最大的收获呢 就是内观 看自己 别人的言行是他的因果 那我们的自己的言行是我们的修行 修行 修什么呢 是修自己 不是修人家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所以在家里的话 我先生要是一问到这个佛法的事情 我就把我恨不得把我知道都说出来 他说一个你说就像你就像老师上课一样 我说那佛法就是这样 你让我怎么办呢 其实没做出来啊 你得做出来给他看啊 你不能像老师上课那样给他讲啊 所以碰到日常生活中碰到事情以后呢 我就特别注意了 一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先检查自己 因为有时候他都觉得是他的错了 我说不是 如果我那样做的话 这个事情也不会这个结果 一件事情 他出现了 如果说这件事情不好 我们不希望出现 他出现了 是谁的错误呢 就是谁的因果呢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元 就得到的这个 这个果出现不是一个元造成的 那比如我们家里出一件事情 这件事不太好 那不是一个人的元 他不是一个元 他是各个元畜生的 那就像一个种子种在地里 它要结成果 那就需要有阳光 需要有水 需要施肥 需要除草 各式各样的元 最后出了这个果 所以一件事情一出来 哎呀都是你的错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不那样 错了呀 回头看自己呀 自己这个元要是另一个样 都不会是这个果吧 有一次我们要出门 我跟大家可能都 好像有一次跟同修们分享过 这件事情呢 我先生他当时就是挺 他也挺奇怪的 我们约好了 下午要到一个商店去 他呢 办公室的事没弄完 弄完了以后 赶快赶快上车 赶快走 赶快走 开出了一分钟路 忽然想想 哎呀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人家关门没有啊 我说那你打电话吧 他就一问 人家关门了 要放到以前 马上那个烦恼就上了 一堆愿 明明知道早上不打电话呀 而且你怎么不早点走啊 这话还不是很多吗 那这这夫妻两个在一起 不就这件事吧 就这样了出来了 然后就伴嘴吧 就吵架了吧 但是我那天就没有吭声 我说那咱你回去吧 回去了 他挺奇怪的看我 要以前我就可能就 又跳起来了 后来我说 哎呀我忘了提醒你打电话 我也忘了 是不是啊 这件事一定出来 你怎么老找别人的错 你回头看看自己的缘 你的缘要是不在这 少你那一个 可能也不出这个果吧 是吧 所以一件事情出来以后呢 就是一定要找自己 昨天 我们两个说好了 要上一个朋友家 因为他住的有点远 开车嘛 他那个小路我也很少走 所以我的车上没有那个导航 我先生的车上他导航 我的车上没有 又弄手机很麻烦 然后我就说咱们一起去 他说好 说好了的 到昨天下午告诉我 我都穿好了衣服 什么都弄好了 他说我不能去 我为什么 我今天中午喝酒喝多了 我觉得我现在特谎 其实他一直在客厅弹钢琴 要以前呢 不是又跳起来了吗 那早都说好了 今天下午去 你中午喝那么多酒干嘛 他有时候就喝一点 就是因为那天中午 他觉得饭特别香 因为是圣灵弹灵节嘛 昨天 所以我给他 使劲地做了很好吃的饭 然后他就喝了酒 然后我就想 那马上那个嘴部 就会带出来 明明知道 要出门 怎么又喝那么多酒 这是一 再一个你早说呀 这是第二 第三 你说你喝酒喝的脑袋不好使 你弹琴弹了半个小时 挺来劲的 那钢琴在客厅里 帮帮帮 敲了半个小时 这话能说出来吗 没有 一转念 我就说 哦 不能去了 我说你知道自己有点迷糊 他说是 我的酒劲 我觉得还在呢 我说好 我说那就不能开车了 我说喝了酒 是不能开车了 但是喝了酒 你那琴弹他还挺不错的 结果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本来是要 要一场烦恼的 结果他哈哈一下大笑起来 这事就过去了嘛 他说 后来他还驾驭 那以后我谈亲节再喝点酒 是不是 他就来说这么一句 你看 这个事 原是这样的嘛 急也没有用 是吧 家里的事情 这有啥急的呢 家里的事情 今天不做 明天做 重要的不要忘记 念佛 这个事别耽误就行了 其他事都好办 所以也没有烦恼了 就是一个 承诞法师点名了 我只能想到 昨天这个例子 忽然就顺便 昨天想到了 总之呢 这段时间学习 有一句话特别 入里亚的心 就是承诞法师 在讲经的时候 讲到这个嘛 就第二品里头有嘛 那句 经理那句话 是什么来着 知一切法吧 细节空极 生身烦恼 二语俱进 这不就解决了吗 都是假的呀 都是假的这句话 不是对别人讲的 那时候 利亚刚学佛 有一位同修 有一次做什么事 不高兴 他马上就来一句 都是假的 别上心 就听了就不舒服 后来现在明白了 都是假 这话不是对别人讲的 是对自己讲的 不要一什么事 一发生就教训别人 都是假的 不要上心 人家很反感的 所以不要对别人讲这话 这话是对自己说的 事情一出来 马上就想 这都是假的 不要上心 知一切法 细节空极 生身烦恼 二语俱进 没事啊 它都是假的 我们就随着 原来 那句话 混就好了 就混在中间 别忘了 这句佛号 这是重要的 这个捏住 别的事情 就随缘度吧 随缘过嘛 多一件事 少一件事 成一件事 败一件事 没事啊 随他去嘛 所以这样一来呢 心里就安很多 家里也安静很多 不像以前 我们的家里 就是刚开始学佛 也不行 我想他 诸位同修 都有这个感觉 不是说一学佛 马上就 变形金刚 马上就都变了 没有 这需要时间的 所以一开始 人家里还是鸡飞狗跳 学佛头几年 鸡飞狗跳 也很照样 只不过是加了 佛法的道理在里头 叽叽嘎嘎 没有用 重要的是把自己变了 自己变了 他就舒服了 他舒服了 他就感兴趣了 所以他这么多年来 他还是在老是 愿意听说法的事情 可是我就 有时候他就说 说你讲来讲去 都是就这么几句话 就怎么样 我说我想跟你多讲 就是讲不下去了 他为什么 我第一你不信英国 第二你不信轮回 我一说多 你就说胡扯 那我说我必须住嘴了 那我害了你了 是吧 我一说轮回什么的 有一次我们进城 有一个乞丐 他不但是乞丐 而且他止不起药 他是锣锅的 深深的头 低到肚子那去 每次去 我们都会给他布施一点 那我跟大家讲过 可能在 我忘了什么时候 结果有一年 就是圣诞前夕 好冷啊 零下多少度 我们两个进城 就在 就想看看那圣诞的灯火嘛 就在这个疫情前了 然后 用那个乞丐又坐在那 很单薄 我说不行了 我他今天夜里 他过不去 他要冻死的 我先生一看 他说我打电话 叫警察吧 我说赶快吧 我说他不能在这 打电话 警察说 好好我们知道这个人 知道知道的话 我们很快就过来 说你放心吧 就这样 这事过去了 我先生马上就问 那照你们佛法的道理的话 那都是他自找的了 他现在是这么个乞丐 身体都这样 都是他自己做成的了 他说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他就说 他说你这样的话 我们看见那些残疾人什么的 是不是都觉得 他们是应该的 自作自受自找的 是不是这样 我想一下 我说 我说你要知道 我说不是他这个样子 你和我 我们也做过乞丐 我们也做过残疾人 我们都做过呀 并不是他是这样 我说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只不过今生 有点运气 前世大概没有犯太多的恶 今生死之都俱全 是吧 都正常 我说你以为我们都是 永远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啊 我们都跟他一样过啊 可能还不是可能 不止一次 无数次跟他一样的 我们同情他 我们要帮助他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都是自己的因果带来的 结果他就不说话了 反正慢慢的呢 他能接受一点 要说轮回要往生啊 这些事情他还是不能接受 那就是我做的还不够嘛 所以呢 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 我今生一定要好好修 我一定要往生极乐的世界 让他看见 他来生肯定是个坚定的念佛人 嗯 就啰嗦这么多吧 一下也想不起来 也想不起来太多 做个开场白 挑战隐喻 给大家 也特别期待同修们 讲讲各自的故事 好 感恩程教法师 感恩诸位同修 阿弥陀佛 谢谢 董老师 我们 这个修学都有个过程 身处俗 俗处身 所以这个也不能给予求诚 那当然 长期熏修还是很重要 我们能多熏习 在境界当中 能够提得起来 所以也感谢大家 给承得这个 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机会 大家共同来 熏习 那首先我们 向董老师学习 他很真实 面对自己的状况 也是性情很直率的 执行是道场 也是剖析自己 修学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 也提到 李秉兰老师 有两句法语 他用书法写下来的 白衣学佛 白衣学佛 不离 事法 必须 敦伦 净分 等于是我们白衣学佛 绝对不能忽略 绝对不能忽略 净本分 不然就学空 甚至会学偏 甚至表不了法 甚至一让人家 棒佛法 所以这个必须 很重要 必须敦伦净分 处事 不忘菩提 那就代表 我们处事 就是用真心 要在行解相应 把行都摆前面去了 所以我们在听 董老师分享过程 我们也随文入观 行很重要 我这一段时间 在下哪一句 佛法的功夫呢 诸位同学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这一段时间 在对哪一句法下功夫 有没有哪一个同学 马上给我们回应一下 有同学来攻略 学长有请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我学法 就是这段时间 我就是觉得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不是想要去改变别人 而是要改变自己 就像董老师刚才说的 心脉无法 不能往外求 想求的东西 只能是改变自己 然后我在 以前的时候 总是想着要改变别人 然后再加上自己 那个成慧性很强 然后就像那个 我还记得 陈德法师以前说 那个 就是说话要契机 然后我说话也很不契机 然后别人都不愿意听我说话 然后我一开始说话 别人都觉得很烦 然后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我现在 其实还在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节点吧 我觉得在自己 对自己来说 所以也想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那个 师兄和秦德法师 然后是这样的 就是 我 其实学佛可能时间也比较长了 然后 但是就是来德国以后 就没怎么太 就没怎么太看 太看 就没怎么太学 大概有 有二十年了 现在就是 两千年来 然后到现在 就是没有太看 没有太看书 然后断断续续的看 看了一些 然后 我现在就是 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 也不怕大家笑 因为 也就是因为刚才自己 说的那个 就是总想去改变别人 然后 陈慧欣也比较强 然后 说话也不弃机 也不弃理 然后就是 等于说 等于说自己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家给 毁了 然后 等于说就是 现在 等于说 就是 然后我的 我的爱人 然后带着小孩走了 然后也不愿意让我跟 也不愿意让我跟那个小孩见面 然后 然后现在就是 也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 我本来开头的时候 还就是说 就是去警察局 报警 然后 然后就是说 想怎么样 想把那个 他们叫回来 然后 后来我自己又发现 他们可能是在 在布拉格 然后我又去过一趟 但是也没有跟他们见面 我就看了一下 就看了一下 我知道那个 我 我车在那 然后 我也没跟他们见面 然后后来我自己又回来了 然后就是心里面总是放不下 然后就是 总是在想 总是在想办法 就是说怎么样 他们能够 因为 毕竟心里还是很牵挂小孩 因为他们在外面 然后也不会 也没有机会去上学 等于说浪费了很长时间 从 从三月份 他们出去的到现在 然后后来 后来我慢慢的就有点放下了 就是说 我感觉到我这样也没有用 我怎么做 就算我过去以后跟他们说 可能也没有用 我能做也就是说 必须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了以后才能够 才能够有机会 然后我 上回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说 我就说好像 我就是说 如果是自己把自己改变了的话 改变的话 那外面这些境界就会跟 就像 就像跟遥控器一样 你只要改变了自己 就像跟遥控器一下 马上那个频道就会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现在 也是就是 想尽量能够改变自己 但当然这不是 一朝一夕能够 能够做得到的 然后现在还有个想法 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很想 很想学佛法 很想 就一直以来 其实也是因为爱人 那个反对 然后我就 没有太多机会学 然后我现在 也就是有个想法 就是 把这边工作迟了 然后把 把房子卖了 然后回家去 因为父母年纪也比较大了 然后回家 然后 等于说爸爸妈妈 可能是最后的几年 然后 陪他们 然后妈妈还 妈妈还在念佛 然后我想陪着他一块 然后估计可能他 下午会要好一点 然后他现在也是 可能因为这些事情 也是 那个 惹了心里面 可能会比较的 那个分心 然后我也想就是 把这边的 东西都 都 弄掉 然后回去 陪爸爸妈妈 然后 自己就 然后 反正 我想 以后 不管怎么着 有没有工作 其实也不是 什么很重要 钱也是 我觉得 以后 只要有 只要有能 那个 学佛的机会就好 回家以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 可以带其他的 其他的小伙伴 或者小朋友 一块 一块 学佛 如果是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就更好 如果能够办个学校 就更好了 这是我的一点点想法 你想问问师兄 还有陈德法师 不知道 不知道我这样 是不是 我觉得 这样做 可能是 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现在 做得比较对的 一条路吧 我觉得 也想请教一下 师兄和陈德法师 不知道 您想法怎么样 好 但有一个重点是 学佛的关键 是不执着 我们有时候 好心 但是这个好心里面 可能会产生 执着点 用现在的话 叫爱你 没商量 所以 我们在课程当中 多次提到 老法师讲 学佛 是让我们放下贪 让我们放下习气 不是把贪 把习气换对象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 思维清楚 不能换了佛法 来贪法 换了佛法 变成什么 就像刚刚 董老师说的 我喜欢大经大论 大经大论 学完之后 变成 喜欢见人过 刚好在佛法 这个缘 增长起来了 那不是换对象吗 其中还有一个 特别明显的执着点 我们自己要看到 就是师长常提醒我们 放下控制的念头 因为我们觉得 这是佛法 这是对的道理 忽略了自己的心念 有控制 所以很可能 家里的人 一跟我们 谈话 我们虽然讲的是佛教的道理 可是我们的心是有那个控制 要求了 让对方不舒服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在探讨 目的在哪呢 目的在我们要找到我们执着的地方 这样我们才能够改善 就像大夫治病 他得先把脉 把准 他才能对症下药 那我们现在要自己把自己的脉 师父领进门 修行还要靠我们个人 那这个成德 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首先要提醒巩居士 你先不要想着 我未来要做什么 首先要把走过来的路 用佛法 我们能把它总结清楚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我们前面会犯这些问题 假如我们没有看出来问题点 后面还会出现的 佛法 佛法有一个词叫强者先迁 假如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自己 哪些念头是控制 我们也不可能去改它了 所以首先 要总结 那些学佛的过程 包括学佛之后家庭相处的这些过程 到底问题点在哪 所以老人家 我们现在感觉 修行 首先要建立正知正见 知见对了 它随时指导我们修行 比方说 老法师说 什么叫修行 修正行为 修正 修正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叫修行 所以我们走过来的路当中 我们有哪些想法 看法 不对 说法 说法 做法 不对 这个我们得自己静下心来 检讨了 这个也是苦行行 忏悔 业障 在哪里忏悔 首先走过来的路 得忏悔清楚 忏悔我这个过程 对谁不够礼敬 这礼敬诸佛 对谁 都没看到他的优点 只挑他的锚定 这个跟称赞如来 相违背 所以老法师开解 普贤行愿 你把其他的酒愿做到了 那叫真忏悔 礼敬诸佛 改不恭敬一切众生的过 称赞如来 改都是批评的过 广修供养 改小心亮的过 都是改过 那比方说您刚刚提到了 大家都不喜欢听我讲 那这是一个结果 原因我们把它找到了 就能转了 那这个部分就要您自己去沉淀了 所以 所以 卢家 也是我们修学大臣的基础 在孔子的学生当中 是张家大师帮我扎下去的 大家要了解 根深蒂固 扎得好 才能知凡业貌 所以根基重要 先入为主 是不是正知正见 他才能指导我们 修行 刚刚董老师说的 这个不会修行 你连花报都没有 不要说果报了 这一生花报 人生最高的享受 越学越苦哈哈的 花报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想一想 张家大师教的老法师什么 什么叫忏悔啊 后不再造 我们有没有 发觉一个错误之后 告诉自己 我不能再这样 糟蹋自己了 我也不能再糟蹋别人了 我不能再犯这个错了 因为一犯错 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了 这个后不再造 张家大师教的 再来张家大师特别提醒 要解行相应 解帮助行 行又帮助解 所以很好 我们刚刚一问 大家有没有 当下在力行来去教诲 那龚君是说的 不要改变别人 先改变自己 其实这一句也是张家大师强调的修行重点 佛法是内学 内学啊 向内 向外就见 见人家过了 六祖大师提醒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见 是见过 还有另一句也很重要 常见自己过 与道极相当 所以老法师说 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 改正自己的过失叫真修行 了凡事训讲得好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事 一日无过可改 则一日无不可敬 那 龚君是刚刚提到的 可能家里人不喜欢听自己讲 那 为什么 是我的态度呢 还是 这我不弃机呢 您针对这一点 您自己有找出来吗 态度不好 然后控制欲比较强 对 都是想要控制别人 然后怎么做怎么做 总觉得好像自己 总觉得自己 自己是对的 然后自己明白 好 那您有没有在境界当中 也一直在提醒自己 我不能控制 我的态度不能强势 可是弹着弹着 又忍不住强势起来了 事后也有一点后悔 有这个情况吗 有 有 好 所以张家大师就说了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我们求不到是因为有障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我们有业 在境界当中常常业力现前 忍不住脾气 所以要多念佛 我们还有障碍 我们还有障碍 多障众生 念佛观 念佛方人消树叶 所以建议 你拱居士 您这个可以download一下 我们印光祖师有一段很精辟的开始 短短的 但是他老人家保证说 只要照着做 决定可生西方极的世界 可能在座也有人 很熟悉这一段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境下核 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 这一段话不可小看 你看 祖师自信流露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实验 包含念佛都在里面 上境 下核 六合境 忍人所不能忍 忍入 行人所不能行 这个是广修供养 其中对于念佛的指导非常好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您有一个很可贵的善根 就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你还是相信佛法 你还是相信说 我的心转了 境界也会跟着转 能够性 胜炎量 这个是可贵的善根 那好 那变成呢 就像劝发菩提经文里面 知道我们 不见一法 离心别有 整个境界 是自己的心想身 我好好 调这一颗心 不要让它被境界转 不要让它被境界影响 所以老法师讲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用真心 老法师指导我们 从五心 去观照自己的心 符不符合真心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那 待会我们再来看 您跟太太之间的境缘 怎么用真心 我刚刚一开始也提醒大家 我们学佛 我们绝对没有要去害人的心了 可是我们容易有执着点 怎么样克服执着点呢 提醒自己 在境界当中 要随顺 要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 以经典来指导自己 不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龚居士 你现在也有点害怕 面对你太太 面对这个境界 面对这个境界 我讲的不一定对 你也不要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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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 非常的 其实 非常的 怎么说 很 很 很难 然后 然后其实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心里非常难受的事情 然后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 这是第三次 然后 那个 其实 然后因为我爱人 他可能也有一点 就是他有一点 就是 他有一点 就是怎么说 就是他 就是他有一次崩溃过一次 因为也是 可能是工作上的压力太大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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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实 很多事情吧 可能很难说 然后 其实 就是 比如说是这一次吧 他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在做 我也有说 就是说让他要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东西 然后因为他这一次 他 工作 他有 他 他工作 很忙 然后 所以说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在做 然后小孩也是 我在看 然后 我还要工作 然后 也是 等于说 每天 等他们睡着了 然后我再去上班 所以可能也是时间上 对自己来说 也有一定的压力 然后就是有可能在时间上面 因为小孩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都是我在弄来弄去 然后等于说 可能也是时间上给自己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可能很多 在情况 在很多情况 在有些情况的时候 就没有 就没有能够管得好自己 然后 我刚才还想问 就是说 如果爱人 就是 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 等于说 跟我的 比如说 就像 英光老师说的 英光大师说的 用 看问题的那种方法 就是处置了这种观念 然后比如说 我是这样的观念 然后我的 我的爱人完全是 完全是相对的一种观念 我还想问 陈德 陈德法师是怎么 怎么 怎么做 但是陈德法师 马上就说了 是 要用真心去 要用真心来对 我觉得我可能 还是真心不够 我还是在关心他和 整个这个家庭上面 真心用的不够 我觉得可能还是 真心用的不够 我觉得对 好 好 首先 我听您刚刚说的 您有提到说 是不是那我就 不然我就回到国内去 我父母年纪也都大了 但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你母亲现在为你的婚姻 分心了 是吧 担忧了 对啊 所以你看 你现在想着 我怎么做 你有没有去想到 孝当中 跟一个字连在一起 叫孝顺 对啊 就是我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要依照经典来思考 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 不是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 应该随顺经典的教会 不然哦 你也不是恶意啊 父母年纪大了 好 我回去孝顺吧 可能你这么一做 又没有顺他们的意 他们更担忧 那到时候你也很无奈啊 是 陈德法师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我父母 他也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状况 那陈德再问一下啊 你们 这个夫妻结婚以前 思想就是南辕北辙嘛 好像有一点是这样 对 所以 那你当时为什么 还是结了婚呢 哎 因为 因为后学可能 可能当时就是 可能当时就是不对 有可能 确实可能是这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确实 确实可能就是这样 我现在 我不是说 嗯 好 没关系 有佛法就有办法 随缘顺受为忍辱 随缘了 既然走到这里就随缘了 哎 那我们还是相信 人之初性本善 虽然现在的看法 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 我们能把 对的做出来 也能够触动别人的善根 未来 不要去烦恼 不要去烦恼 为什么 那叫未来烦恼了 过去的事呢 也不要去懊恼了 总结经验 总结好了 很清楚 嗯 我不要再犯这些错了 总结清楚 对自己也是一种 正能量的补充 不然都搞不清楚 问题在哪 那可难受了 放下过去烦恼 也放下未来烦恼 安住当下 守好自己这一念心就对了 不管未来的结果怎么样 最起码我现在开始用真心了 结果如何啊 我也对得起我的良心了 我曾经尽心尽力 人自意境的努力过 那就对了 你能够真正这样做了 那你也是对你的孩子最好的供养 可是今天你假如选择退缩了 你的孩子就没有学到东西了 甚至于有可能你的退缩 会造成你孩子心理上的阴影 他怎么去理解他的父亲呢 所以我们面对人生的这些境界挑战 还是要面对 不要逃避他 那首先呢 多念佛 业障消了 念佛方人消树业 我们在境界当中啊 就不容易业力做主 再来您刚刚说的 一切境界也是我的心想生 所以要调整自己的心呢 现在跟他还有这个电话 微信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没有太多的联系 然后这也是就是说 我想的就像是 就像是好像是就是那样 你们想去飞 好吧 那就你们去飞吧 我就也不妨碍你们 也不怎么样你们 你们要想回来 我在这里 所以我会等着你们 然后我也会一直支持你们 但是你们要想去飞 你就去飞吧 我现在有点 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然后也想是给自己 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怎么说 一个平和的处境吧 然后这样的话 自己也可以开始下一段 下一段的生活吧 时间吧 现在就是联系不多 然后几乎没有联系 他们好像也 就是爱人他也不想 好像跟我有什么联系 好 你尽量不要想 你们要飞就飞吧 你还是多念佛 回向给他们 祝福他们 对 然后自己 这一段时间 好好调整一下 自己的身心 然后想到自己的太太 不要想不好的 念恩 你只要想到太太 也想到负面的 赶紧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呢 都去思维 整个 从相识 这个整个过程 他的 不容易付出在哪 优点在哪 一切法 从心想神 你这样的思维 转变了 是他不饿 也会 你是真心这么去思维了 会起交感的 我们都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当前的境界 那当然 你还有一些本分 把老人要照顾好 包含他的老人 我们都用心的去做 所以这个真心可能是彼此间的互动 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你对他的爸爸妈妈很好 从那一边也会 对这个 你跟他的因缘产生一个好的助力 现在解决问题 一般都要多管齐下 好 那当然 假如真的能够 总结反思走过来的路 我们就会看到自己很多问题 我们就不容易去一直想别人的问题 人越能体会到自己有错误 他那个真诚就会透出来 真的不能怪别人 是我的错 所以我们看那个往生品位很高的 有一个部分的人就是临终忏悔 人的真心流出来的那个功德力很大 那当然在听经当中 或者听同修们谈话 我们都能随稳入观 来反思 比方说刚刚董老师 他也讲了好几个这个生活情境 对您有没有一点触动 有 然后 就是 就是 董老师说的那个 跟 就像 就像一模一样的 就是换个人 然后就是发生在我们家里 然后 就一模一样的换个人而已 然后就是 我爱人会在旁边说 然后我会 就是成会心 有时候会比较强 然后就会 有时候会 会发火 然后 就 有会 有会 有会这样 那我们想一想 假如一天有两次 一年有几次 哇 所以我也很佩服你们 你们现在还没有忧郁症 你们的功夫已经很好 是吧 那么多这些事情 假如都放在胸里面 你们还能睡得早 我没有这个功夫 那么多事 我铁定睡不了 所以 老祖先还是提醒我们 在家 家庭不是讲礼的地方 家庭是讲情 讲义的地方 闲人真罪 愚人真理 我们看董老师在那个情境 对不起 我没有提醒你 你看 他先生马上认住了 所以事实上 我们有一点点改变 谁最能感受到 我们的家人 因为他们对我们特别熟悉 我们有什么转变 他们马上就感觉到 所以 我感觉 现在大臣一定要有辱道的基础 这一点很重要 不然我们都不会处理家庭问题 最近遇到一个同修 刚好之前 又听老法师讲 什么是佛法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是佛法 其实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真心 我们举例子 跟太太谈话 你假如谈的过程 都想起她以前的不对 那铁定你就跟她吵架了 因为你有助了 住在以前的事 因无所住 所以老法师 开解了 因无所住是什么呢 是我们面对眼前的静缘 保持亲近心 叫因无所住 眼前的静缘 不让我们动心 这个就是恋了 对人不要沉见 放在心上 你把谁的事放心上 心就不清静了 因无所住是保持清静心 而生其心呢 是我们能够让众生对佛法 生起信心愿心 那儿生其心是给 给人家表法 我给孩子好榜样 我们这么一提起来 在小孩面前 夫妻不能吵架 会给孩子不好的影响 所以 儿生其心是要让大众 对佛法更有信心 要表好法 那童修就有提到了 有一些 心呢 要学佛的家庭 好几个家庭 结果他们一进来 看这个学了五年十年的 家庭都不合 最后都不敢学了 所以 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情境 在想想 印光祖师 李秉兰老师 他们早就提醒我们了 敦伦敬奋 白意学佛 不理事法 必须敦伦敬奋 那儒家有一个 很核心的教导 孔子也说 无道义贯之 这一句心法重要了 中树之道 刚刚 董老师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都是假的 这句话要对自己了 不能对别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自己 叫言以利己 中 不严格对别人 叫宽以待人 自己面对境界了 提醒自己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再难都要提醒自己 都是假的 对别人 别人假如生烦恼 很正常 很正常 这些宽以待人 中树为道不远 中树离真心 很静 道就是真心 所以我们随时要提起 中树之心 我们有这个基础 大乘佛法才学得上去了 不然一学了 刚好学颠倒了 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好 那相信 这个董老师 比方说 当您要说那一句说 对不起 是我没有提醒你 一开始要说 也不是很容易吧 可是真的说出来了 最后自己也会欣慰的 我没有被境界转 虽然讲得有点勉强 我把它讲出去了 时而勉强 讲久了就习惯了 就很能 什么事情都把过失 拦到自己身上来了 好 好 那 谢谢董老师 也谢谢我们 龚居士 那里 谢谢老师 好 我看大家 在听的过程 都一直点头 铁定大家有很多误触 看哪一位 要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法布师的聪明智慧 假如有领悟 不出来分享 会得鱼吃果报的 有请 李沐阳居士 感恩 程德凡 感恩各位老师 学长 学生就是 想回答一下 师傅刚开始 就是想让大家 说一下自己的这种体悟 就是学生非常惭愧啊 最近也是有一些退转现象 对学生来说呢 就是学 这次学习无量寿经 也是从敦伦 进份下手 就是因为 家人呢 就是 试金石 就是 真的是一面镜子 就是无论 我在外面 怎么 怎么样 比如说我之前也在 道场待过 然后呢 我觉得在外面 人都可以假装 都可以装 但是呢 只有在自己家人面前 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就是你都装不了 所以说如果 就是说 家庭真的是道场 如果说在 家人面前 你 你真的把自己改变了 把家人 就是 当做佛菩萨一样 就是跟所有人都平等了 那就 真正的修成了 就是 如果就是对家人 都是能用真诚心啊 心静心 平等心 学生就觉得 自己就成了 但是现在做的 还是非常的差劲 但是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 真的是从 敦伦进份开始 就是尽自己的本分 想自己有没有 把妻子的角色做好 有没有把 这个 母亲的角色做好 然后 学习 到目前为止 学生对学生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老法师的那句 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清净心 不让自己的清净心受污染 然后 然后学生觉得真的很难呢 就是生活当中 就是每一件小事 细微的小事 它都是一种 那个境界 都是一种考试的境界 那自己的贪嗔痴 很容易就就上来了 然后就 怎么说呢 就是把自己的清净心给污染了 然后自己总是 喜欢随顺自己的意思 然后 为自己考虑的比较多 就是很难去为家人考虑 然后就 就是像法师说的 爱你没商量 然后你就要听我的 然后这种控制 还有占有的这种 就是这种 根深蒂固的想法 非常的强烈 然后就是学生想 说一下 最近自己的一个 真实的那种 心理吧 就是最近不是 有很 那个法师去了多伦多吗 然后去看了 那个宏义四叔的孩子们 然后我就想 哎呀 我去不了 然后那个 我倒不是说 我非常想去 去见师父 没有这种心理 但是我就觉得 哎呀 我为什么 心里有点酸酸的 为什么 哎呀 我的孩子没有在那个学校呢 然后我就想 我为什么不把 那些孩子都当做 我自己的孩子呢 我为什么心量 这么小呢 我就想 为什么心量 跟真别儿似的 那么小呢 就不能把所有的孩子 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吗 如果我要是没有 这样的大心量 我还怎么 以后怎么那个 做佛陀的弟子 怎么做 师父上任的弟子啊 师父还 还说 要大家发心 就是做小学老师 嗯 那我觉得 自己以前也有 这种心愿 就是暗暗下的这种 发的这种心愿 就是但是也不敢讲 因为怕自己做不到 心量太狭隘了 不能把所有的孩子 都当做自己的孩子 一样去看待 更何况 自己对 自己的孩子 也不是完全的那种 说是非常的 嗯 真心 就没有 就是也不是 那种纯纯的 呃 慈悲心和爱心 都是嗯 有假假在里面的 还是说 嗯 那个 就是为自己考虑的 还是比较多一点 就是比较自私一些 所以这是 学生 前两天的一个 呃 那种 怎么说呢 心境 然后呢 我就给我的 给我妈打电话 然后我就说 我为什么 哎 心量这么狭小的 然后 嗯 我说我也不是说非 嗯 就是非常想去见识 不因为我觉得 我见了师父 我也不能成佛呀 我也不能去极乐实践 这个修行 还得靠我自己啊 然后 我妈妈说 哎 你你 你不知道 你身边就 阿弥陀佛就在你身边吗 我说 哎 我说对呀 他说 你家里不就有俩 阿弥陀佛吗 哈哈 嗯 我说 哎 是啊 那我还 我还这么 现在还这么 酸酸的 还这么狭隘 干什么呢 对呀 我说那个佛菩萨 无处不在 啊 然后我家里 父母是佛菩萨 丈夫是佛菩萨 儿子是佛菩萨 那我还 佛菩萨从来不会舍弃我的 然后 我就想 哎 自己 怎么就不能克服这种 狭小的心量呢 就是我该怎么 扩大我的心量呢 就才能 嗯 就是把所有的孩子 当做自己的孩子 把所有人当做我自己一样 就是学生现在是 做不到的 但是我很希望自己 嗯 可以这样子 然后 嗯 还有就是 嗯 嗯 还想 分享一点 就是之前 嗯 一个事情吧 就是 嗯 之前就是 有那个 呃 成德法师 那个 呃 父亲你我 呃 父亲的榜生 然后 然后我们 就是 嗯 老师让我 来就是帮忙 整理名单 回校名单 然后 当时我就想 哇 每天 那么多名字 哗哗哗的 就进手机里来了 我说 哇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多呀 然后我呢 一面就是非常的佩服 那个思彤老师 我就想一想 怎么应付的 这么多 这么多 太多太多了 然后 然后我一面呢 就有点 就是要 要起这个烦恼了 就是 有点 嗯 就是觉得 哎呀 太多了 哇 人脑子要晕掉了 后来我就想到了 师傅的那句 师傅 然后我就想 师傅说 嗯 活在 呃 这个世上一天 就要为众生 做 做事情 啊 利益众生 然后我就想到 师傅这句话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哎 烦恼没了 我就可以 就用真心去做 这件事情 我就不想他有多么的烦躁 多么的复杂 然后我就想啊 我贴一个名字 我就 阿弥陀佛 我就都是我的父母 然后 然后呃 我都给你们 就是用真诚的心对待 无论是生者 广生者 然后呃 就是用这种心态吧 就做事情就 不会那么 很烦躁了 或者是有 有一丝抱怨的心理 然后这个 呃就是学生想 分享的 阿弥陀佛 而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老师和各位师兄 原谅 体育指正 哦 还有一句 就是学生有一天 啊 醒来之后 就是脑子里 蹦出了一句 不念佛 即念魔 然后我就 确定 睡觉之前 我就经常这样照顾 不念佛 即念魔 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 谢谢李居士啊 啊 他这个修行没有小事啊 他现在对自己一个念头 他都会去观照啊 所以一个念头也是道场啊 那他这个领会也很难得啊 须于被念佛之心啊 刹那即结业之所 不念佛啊 不念佛啊 就照轮回业啦 而且现在啊 假如我们是 希望来为正法 为众生做一点事啊 念头一偏啊 摩得其变啊 念头不偏啊 得到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加持 所以诸位同修 我们得要稳住啊 现在魔也在抢人啊 魔想着要破坏活法 借谁破坏啊 借我们这些 有发愿要鸿护正法的 我们的念头一没有互助了 摩得其变啊 这我们 一定要高度的警觉性啊 顾好这个念头 那尤其啊 还是我们想起啊 李秉兰老师的那两句法语啊 主是不忘菩提啊 主是不能忘了菩提心 不能忘了真心 所以今天有缘大众 这个回向名单传来了 用菩提心啊 所以劝发菩提心文啊 最好一个月或者两礼拜要念一遍 对我们保持菩提心啊 对我们保持菩提心啊 曾有帮助 我们看到念众生恩啊 菩萨关于罗仪 这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更何况这些名单都是人啊 那会被我们写到就是跟我们有缘 那真的都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啊 那假如这个心念一转啊 写那个回向名单就是普贤行啊 广修供养啊 广修供养啊 礼敬诸佛啦 唱诵那个回向名单呢 都是普贤行的 我们要了解 修普贤行最重要的是心量 最后普贤回向啊 我们每天都做回向 愿以此动者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重恩 是从恩下祭三土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这心量扩大 静止于报身 同身极乐果 这一句也不能有口无心啊 同身极乐果 一切皆成佛 大千应感动啊 诸位同修我们有没有念回向文 最后念 同身极乐果 然后突然有 妙花下下来了 虚公诸天神 当玉珍妙花 假如我们那个心境真的跟阿弥陀佛一样 一切皆成佛 真的会有 妙花下下来 好 当然还得从我自己做起 好 我到时候真有妙花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他刚刚叙述到那些静缘呢 其实都是提醒自己要把心量扩大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执着 别人的孩子 别人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不能酸酸的 扩宽心量 尤其师长 尤其师长提醒我们 要放下十六个字啊 自私自利 冥魂力啊 五一六成 贪嗔痴慢 要放下 要下大功夫啊 在这十六个字上 这格物的功夫了 在境界当中啊 念念为人想 不要为自己想 一为自己想 心量就打不开了 好 那您刚刚一开始说有退转 退转是正常的 黄念祖老居士说 总不能一直退 那个修行路上的 静静退队啊 是每个修行人必经过程 但我们也要 不饿过 用这个心来鞭策自己 后不再造 又是普贤型了 忏悔业障啊 就是后不再造了 好 所以我们 大家共修共学啊 希望我们 都能把普贤型 变成生活工作 处置在人介物 那我们这一品经 就没有白学了 好 我们看还有没有同修 今天没有供养 会睡不着觉的 会睡不着觉的 大家都这么客气啊 张居士有请 阿弥陀佛 开了两个 对不起啊 中间的成的法师 中间的家人 大家好 嗯 对不起 墨雪呢 好像提问的比较平凡 占了大家的时间 对不起 没关系 请说 听不到您的声音 墨雪听不到您的声音 喂 没问题 没问题 请说 打开我听到 现在有听到吗 我打开我手机 这个电脑我关了 嗯 学生 学生非常 呃 抱歉 就是 提问的比较多哈 在课堂中 就是在了师兄的那个 呃 教人的时间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挂 大家就是来切磋 好 反正 墨雪也学佛比较 嗯 比较 比较 比较不太长时间吧 就是 有一定 有一个问题 就 经常觉得自己问自己 但是也没有找到答案 我想在这里请教 哎 法师 快试一下 对不起 请说 哎 因为之前 我我一位老师学佛 就是几十二 二十几年前吧 那老人家已经快八十岁了 是墨雪的大学老师 哎 就是二十几年前一直就 就是想 就是建议墨雪学佛 念佛 但是墨雪一直没有去执行 也没有反对 后来墨雪是 听了 净空老法师的 也是 一位师长介绍的 介绍 因为有一次是我爸爸 出了一个境界 那时候我找不到 怎么样去帮我爸爸 后来我就把这个话 跟我的一位学佛的师长讲了 他就是跟净空老法师学习 他就介绍了净空老法师的那个 那个 那个奖金的 那个链接 给墨雪 给学生听 学生一听呢 就 马上喜欢 然后马上觉得 哎 这个佛法 因为之前都觉得佛法 好像是迷信 然后觉得好像是消极 是躲逃避 对墨雪的 周边周边的人也是这样认为哈 或者墨雪一直没有去 光注佛法学习佛法 当天呢 听过老法师的讲解 感觉学博士 啊 就说就是像我以前那样想象 是迷信啊 还有说是消极的 但是呢 墨雪学佛以后 因为墨雪之前就是一直给朋友哈 国内 国内很多朋友对墨雪都是一种就是 就是墨雪这种一直都是很积极向上 就是很很大的理想啊 这样的做一方事业 这种 这种 墨雪有这种看法 就是这种印象吧 后来墨雪学佛以后呢 大家都 特别是 特别是 前段时间有一位二十几年没有联系的一位 同龄时候的伙伴突然联系到墨雪 他就马上劝 他说 这一路 一路我 因为我这朋友圈 我老是发一些学佛的一些 一些 一些朋友圈吧 在微信上啊 然后那位朋友说 哎呀有一位就是以前就是 我们恋爱过的哈 因为就是恋恋之前的恋人一直还在关注墨雪嘛 他以为我是为了他 就是我看破红尘 然后就是 就是怕我的心思 就是 即使说我现在结婚了要小孩 但是他以为我是为了他 为了逃避电视 逃避这个社会啊 就各方面 因为我以前是一种 人生就是很有正面 什么说的阳光 然后呢 又很多的理想 很大的理想 做一方 他实验这种 这种给他们是一种印象 后来我那位 以前跟我 有恋爱过的朋友 一直还在关注我 他看到我现在学佛了 他马上找那位朋友劝我说 千万不要消极了 千万要 要不要动入空门 不要放弃自己了 要做事业啊 你现在什么都不做 在那里念佛 他看到我要不上班 在家里管小孩 我以前要画画啊 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啊 学习各方面都很好 他觉得我现在 在家里就是 现在小孩也大了 也不用怎么管啊 怎么还不去干事业呢 他以为我学佛 我学到就是 焦急了 然后呢 他以为我 心是灰 死了哈 就是 怎么说呢 后来 后来我说 我怎么我的周边的人 这样看我呢 我 其实我在家里带小孩 我非常的快乐 并且我觉得我 我不觉得我的心是死的 然后我丈夫对我挺好 也很质重我在家里 所以 那您现在 您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怎么样周边的人觉得我们学佛人士 不是消极的 然后不是 就说好像也不做事业啦 也不做 好像 就像我先生啊 我学佛之前 我的先生说过好几次说 老是往佛堂跑 好像人都不在 因为我的佛堂 佛堂在下面 就在这里啊 就是一个 杂物室 我把它收整起来 就是当我的佛堂 上面是住家的 他的老是看不到我的人 有段时间老说我嘛 后来我就说 东龙境犯 东龙境 赶快就说 尽量尽量就是念佛的时候 就是不要给他 觉得我老是在佛堂里面呆着 念佛啊 语经啊 各方面 尽量让他有 让他觉得我是 学佛 也是要管家 也 也就是说 把时间都 怎么说呢 其实家人和朋友都觉得 不要让别人觉得 学佛人 什么都不管 也不管事业 也 这个好像做事也是 消极的方面 好 诶 你那里麦克风 听不到了 听到您的声音 可以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 对不起 所以 好多 好多的朋友哈 后来我现在不太发佛法 就发传统话 我就发 就是说发一些关于 传统 就是朋友圈啊 发关于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 一些分享 因为发 在朋友圈发的佛法多了 就像我国内的家人 我的姐姐 都觉得 我在消极了 好像不理事了 这种 怎么样让他们改 怎么样让他们改变 就是对学佛人的 这种 这种 看法想法呢 感恩 请教 平老 请教的法师快 开始 好 谢谢 张居士 我们 今天有提到 学佛啊 是放下贪 放下习气 不是换对象 所以我们有一个习气啊 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尤其在乎谁呢 在乎那个我们很在乎的人 有时候 天下的人都误会我都没关系 谁不能误会我 误会我我就活不下去了 修行的重点就在这里了 还有哪个人哪个事会让我们起烦恼 那个就是修行的重点 那个是留 还会留我们在说佛界的 缘呢 这些都不动我们心了 就有把握去了 你还牵挂 贪恋世间一根草 贪恋哪个人的看法 在乎哪个人的看法 有可能就被他拉回来了 阿弥陀佛 对不起 学生不是这个 其实不是这个想法 是觉得不要影响 给别人给一种 就是给学佛的人一种 不好的印象 这个 好 那你假如不希望给别人不好的印象 但是你首先呢 也不要先担心给别人不好的印象 你也容易担心 所以我们是借由静缘 有没有关照到自己的心念 甚至看到自己性格里面要修正的部分 那从您刚刚的叙述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亲戚朋友都觉得你是那种要创一番事业的人 很积极 但是我们现在感觉 好像你那种好情 有点减少了 您觉得 关键在哪里 像我今年50岁了 我觉得我好情不减当年 我想当年 快20年前 一个人到了海口 我挺有好情的 现在过了19年 我好情还是不减当年 我还是挺积极的 我就不知道说您是因为 学了之后有哪一些 就是感受啊 想法 感觉你你现在的整个 展现好像有点不一样 阿弥陀佛 对不起 刚才听不见那个网络的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 刚才听不见 听见了 现在可以啊 现在可以 刚才那 那 那个那都是 就是网络的问题 道歉 请说 就是刚才法师开市的 刚才那 那几段话没有提 建这个电脑 地下室 说到其实我现在在家里 带小孩我就觉得很 自己觉得感觉挺舒服的 也没有觉得对 自己 可能自己愿意并且也 也愿意付出这样 可能我就有点 也不在 也不在乎别人 这样对我 当时是别人 提醒我以后 我才觉得 还有他们说了 学佛的 出家人啊 学佛人啊 这些 以为是消极啊 逃避 然后 就是这样 那个诸位同修啊 我们 要了解啊 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你做对的事啊 可能会超过一半的人 不认可你的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 它是 都是在追民族力啊 占比较大的部分 所以你首先 假如说希望别人都认可啊 那这可能会是一个执着点 那再来呢 我们选择做对的事啊 比方说你选择带孩子 有可能你这个抉择 可能要在五年十年之后啊 才会让你的亲戚朋友觉得 你的决定是对的 现在呢 他可能觉得 这个人真的觉得 有点问题 有这个欧元不赚 是吧 既然在家里 关着 可是可能十五年以后啊 当他管不了他的孩子 到了你们家看你的孩子 对你这么孝顺啊 他可能会说 你当初是对的 哦 所以 人不知而不韵啊 这个很重要啊 那再来呢 陈德 也提醒啊 我们要有一个敏感度 什么敏感度呢 能感受到 家人朋友的 接受度 比方 我学佛了 我到学校去教书 我看到我的同事啊 我绝对不会给他九十度鞠躬 为什么 我能感受到啊 他理解不了 那我何必去吓他呢 我们不能一学佛了 太注重这种向上的东西 然后感觉不到对方的感受 包含发朋友圈 我也不是谁都发 我这个东西要发 我要马上感觉到 适不适合发给他 所以发朋友圈 会发到人家觉得 这个人顿路空门 说不定下个月就剃头了 还让家里的人担心 那天遇到一个同修 我先生很担心我 会出家 我说那你就有过失了 你一定学到 让他起了这些担忧了 你假如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受了 你就不会 继续让他有这个担忧了 菩萨所在之处啊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 所以我们在家里啊 要懂得横顺众神 你要精静啊 精静啊 不是向上的精静 精静能够放下我是最精静的 都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你看你先生跟你说 怎么老是往佛堂跑啊 那这句话他在complain什么 我们 能听得出来吗 假如你家里的事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做到让他很满意哦 我想这句话不会出来 甚至他 他会问你说 我看你家里的事都做得很好 你还拿那么多时间去念佛 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说 这个跟念佛很有关系 因为我念佛 我的心定了 所以我做什么事啊 做得好 时间也不会花太多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阿弥陀佛 学生补充一下 其实我先生他 因为他疫情在他在家里上班嘛 其实我是做了很 家里很多事情都做的 我自己他的看的原理都做的 都很努力做 不过他觉得我的人 他在家里上班 他觉得好像 他看到我在班旁边好像他输 他觉得好像比较欢喜 就是希望我在他的桌边看得见 因为我的佛堂在下面 后来不过经过墨学的一番的上小 上巧 跟他一起学中国传统文化 然后又给他看那个 金空老法师的法语方面的 一些佛法的书 他现在就百变了很多 然后他有时候来佛堂 他要去骑车了 我就念佛车来佛堂 悄悄门说我去骑车了 然后跟我说了两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去骑车了 然后呢上段时间有家人 法国的家人来家里看 他们我们 他在跟他们说 学佛就是学自己的心 他能够说这句话 我也觉得很了不起 他说学佛就是修自己的心 他这样跟那个亲戚朋友说 还有我院子里面有 插了那个波金鸡 莲花波金鸡 种了一些菜 他就跟他们说 我的菜是听了那个波金鸡的佛号 才长得这么好的 就跟那个跟亲戚他们说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慢慢有变化了 因为我 我还是 送着他的意 就是尽量 在他的周边 给他看到我在家里 就是我减少 减少这佛堂的时间 然后我自己改变我自己很多的 脾气吧 我还是有脾气的之前 然后呢他就 就是要是我跟他一起学中国传统文化 我跟他学法语版的中国传统文化 然后呢他也分享就是录音 我把他那个中国 他在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录音 我把他发到这个群里面供养给大家 我说你这样对大家很好 对这个世界都有贡献 我是夸他 所以他非常的开心 所以他现在觉得 对我这个学佛没有什么 就是像以前那样怪怪的 很好 所以我 如果我们能够把六度 普贤十愿 若实在跟家人相处 应该家人不会反对 应该该肯定称赞他 该横顺他 我想不只不会反对 要慢慢肯定接受 好 谢谢张居士 我们董老师举手了 您是按错的还是有话要跟我说 本来想说啊 但是我觉得张居士都说出来了 我都忘了把手给放下了 张居士碰到的问题 丽雅同样碰到过 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因为自己过去就是很喜欢交际嘛 朋友很多 然后一听说我学佛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丽雅他们家出什么事了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社会上啊 就是成道法师说的 把学佛呀 就不是当成像以前那样 这已经是世间的人 人心已经变了 当时后来有朋友告诉我 说人家都问了说你们家出什么事了 结果 所以我就想张居士刚才讲的情况 大概是个普遍现象 那我们听师傅 师长跟我们讲 讲成道法师刚才也讲了那么多 其实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榜样给众生看 我们学佛了 我们在慢慢的变 那我们过得很快乐 我们烦恼少了 我们活得更自在了 这个就不 他们就这个疑惑就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做给众生看 菩萨走到之处 让众生起欢喜心 过去呢 总喜欢教训别人 总喜欢说人家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总是我的这个什么 我的那个什么 我的想法 我认为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人家跟你相处很欢喜 很轻松 有问题愿意来跟你来一起来商量 这个这些话就自然消失了 不像刚开始那样了 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我们 用自己的转变 来胆化众生 给众生做 学佛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这样呢 这个问题不攻自破了 如果我们做的不好 我们烦恼很多 众生与我们相处 众生还起烦恼 那我们这学佛真是失败了 我们也没有替佛 来传达佛法 我们就这个 这点我们就欠缺了 所以丽雅认识到这点以后呢 就变 就是从自己这变 恒顺众生 让人家欢喜 让家人欢喜 就是成德法师说的 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 家庭要是成了讲理的地方 就成法庭了 就是绝对的对立了 这件事咱们得论理论理论 我认为这么这么着 你怎么怎么样 就成了法庭了 这就是坚固的对立 我们佛法不要对立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所以刚才张继续一说 丽雅马上就想起来 当时那个状况 人家都到处打听 我们城里的朋友 丽雅他们家出什么事了 他怎么学佛了 你看 学佛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 这是我们的过失 我们作为佛弟子 没有把佛法表演好 那刚才成德法师讲了那么多 就是帮助我们 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佛法表演给众生看 给家人看 我们就能度更多的人了 否则我们就被众生度过去了 阿弥陀佛 我就本来是 但是张继续后来讲的那些情况 这些都是非常的 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好 后来都忘记了 那个手其实应该放下来 感恩张继续 感恩成德法师 好 谢谢董老师 所以我们 要感受啊 这个一个念头的力量 绝还是迷啊 是用真心还是用妄心 差别大了 所以各自者 在家庭里面呢 各自者 天清地宁啊 不能变成法庭啊 各乡者 天翻地覆了 所以天堂地狱 极乐世界跟地狱在念头上 一念之间 好 今天 跟大家探讨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